6月27日,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发表联合声明,重申他们将致力于扩大女性在其管辖州获得堕胎医疗护理的机会,并表示堕胎权应属于需要手术的女性自己,没有其他人能替她们做出决定。 禁止堕胎的法律将导致当事人面临更糟糕的健康结果,并将不成比例地影响有色人种和资源较少的人士,加深社会的不平等。 另据《国会山报》26日报道,在美国最高法院投票决定推翻罗素韦德案之后,各州开始根据这一裁决制定或实施相关州内部政策。 截至25日,美国有13个州已经根据该裁决开始了禁止堕胎法律的启动流程。 在其中一些州,禁止堕胎法律会立即生效,而在其他州,禁止堕胎法律将在一段时间后或通过州官员签字生效。 南达克他州州州长表示,该州将针对进行非法堕胎的医生进行起诉,并正在酝酿一项法案,禁止孕妇与医院进行远程预约,以阻止他们通过快递方式接收处方堕胎药。 乔治亚州和阿肯瑟州等保守派控制的州,也在制定愈加严格的政策法规,以限制堕胎。 部分民主党与共和党权力相当的州,堕胎权问题分裂严重。 此外,全美各地25日起发起游行示威活动,抗议此项裁决。 为了应对高油价,加州州长纽森与加州立法机关达成一项初步协议,向加州纳税人退款95亿美元,而不是最初计划的发给拥有车辆的加州人。 此计划主要向中收入较低的家庭提供不同等级金额的退款,包括对抚养人的额外支出等。 年收入不超过75000美元的个人纳税者将获得350美元退款。 年收入达15万美元联合申报者将获得700美元,若有抚养人将额外获得350美元。 一个家庭最高可拿到1050美元退款。 年收入不超过125000美元的个人纳税者则可拿到250美元退款。 联合申报且收入不超过25万美元者500美元,儿童或其他受抚养人可额外拿到250美元,家庭最高可拿到750美元。 收入不超过25万美元的个人可拿到200美元,联合申报收入最高达50万美元者可获得400美元。 此层级收入的家庭最多可获得600美元。 尽管纽森最初希望今夏能将退款,但州议会民主党之间存在分歧。 若本周立法机关正式批准上述协议,这批退款可能要到10月才能开始发送。 6月27日,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进入第二天的会议日程。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会议。 他在讲话中要求七国集团对乌克兰提供全面的援助,包括运送防控系统等。 泽列斯基还表示,现在并不是进行谈判的时机,希望在今年冬天开始之前结束与俄罗斯的军事冲突。 另一方面,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,美国总统拜登当日将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和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会面。 七国集团将发表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措施,包括对数百名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, 对数百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俄罗斯产品征受关税,以及针对俄罗斯军事生产和供应链实施制裁。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发布通知,首次将剧本杀、密室逃脱等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。 经营范围登记为剧本娱乐活动,经营场所地址以及场所使用的剧本脚本名称、作者、简介、适龄范围等信息实行告知性备案。 值得一提的是,通知专门提出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,要求剧本娱乐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脚本标明适龄范围。 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,应当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,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。 剧本娱乐活动不得含有法律法规禁止的内容。 剧本娱乐活动不得含有法改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